一個完整的韓國啊 所以說這兩個人簽訂協議的時候呢 簽訂了什麼樣的協議呢 我們簽訂一個協議 不叫停戰 不叫終戰 休戰協約 我們簽訂協議 簽一個什麼 休戰協約好了 那當時的李承王跟誰呢 跟金智成那兩個就簽了協約啊 休戰協約的含義是什麼 我們打得累了 死著人多了 我們先養一養兵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你有精神 等你有力氣 我們繼續打仗 兩邊呢就簽訂那個協議叫什麼呢 叫休戰協約 休戰協約簽完了之後呢 韓國的戰爭暫時停下來了 但是呢 當時呢 簽訂這個協議的時候呢 由聯合國做主權之後呢 將整個韓國分為兩方啊 北緯三十八度 直至這一條線 北緯三十八度 直至一條線畫過來 以北的地方為北韓管理 以南的地方南韓管啊 但是呢 這個休戰協約呢 只簽了三個月之後呢 北韓又發動了戰爭啊 北韓又來打南韓啊 聯合國很納悶很生氣啊 明明我們說休戰也不能說 只休三個月吧 你為什麼要打啊 你為什麼要打啊 金日成當時就講到說 三八線畫的不公平啊 實際上的話 那北韓呢 當時拿到更多的領土啊 北韓呢 要比南韓大喔 南韓的話 今天只有九萬八千四百平方公里 簡單的講 南韓的面積只有多少啊 十萬平方公里啊 北韓是十二萬平方公里啊 要比南韓還要大五分之一來的意思喔 那北韓為什麼當時覺得 界限劃分的不公平呢 因為北韓都是山啊 北韓山非常多啊 占了整個國土面積百分之七十八啊 這些山的話呢 非常高 南邊的話呢 也是山多 但是沒有北韓多啊 南邊的山的話呢 高達了百分之六十四點八 一個是七十八 一個是六十四點八 北韓認為呢 我也要怎樣啊 我也要一個什麼 平平的地方可以種東西的地方啊 可以種食糧啦 可以種人生的地方 平平不巧呢 劃分了三八線啊 將整個開城 開城是一個很大的城市啊 將這個城市平平可以 周圍的話呢 有平原啦 將這個城市呢 割了一半 一半為南韓 一半為北韓啊 北韓當時呢 要求整個開城歸誰所有啊 歸北韓所有 因為當時那個年代的話呢 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醫療發不發達啊 醫療不發達喔 小小的病人就怎樣了 要怎樣呢 要有抵抗力嘛 所以說那當時的人生的話 在韓國是非常重要的 北韓的經濟才就 死死要什麼 人生的話是在北尾三十六到三十八度之間 才可以種啦 吃魚的地方沒得種啊 那當時的北韓呢 就要求 我一定要將整個開城市拿走啊 開城市全部歸我啊 南邊的里城我願意嗎 當然不願意啊 我們劃分界線 我已經少了你五分之一的領土了 今天的這個城市啊 又不是全部都我的 一般你的一般我的 你怎麼可以將它全部拿走啊 我也不願意啊 那兩個就怎樣了 繼續打對不對啊 來我們兩個再繼續打了 三個月後呢 又發動了 戰爭兩個開始打 打呀打呀 一共打了多久呢 一共打了三年啊 一個月啊 零三天啊 三年一個月零三天呢 才怎樣呢 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因為這個戰爭聯合國一直有參加 美國一直有參加 所以說呢 三年一個月零三天後呢 那由聯合國強制性的要求 李承晚 南邊的總統李承晚 你無條件的怎樣呢 答應北韓的要求啦 就這種情況之下呢 李承晚呢 如果他不答應的話 那聯合國跟美國要撤軍的 所以說呢 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呢 他就怎樣呢 他就簽了第二次的學約 休戰學約 我願意將整個開城讓於北韓啊 但是呢 你要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可以做人生的地嘛 那你呢 我這個城市我給你啊 但是你也要給我一點東西吧 這時候北韓就講說 可以啊 我可以將整座山都給你啊 那北韓呢 就將東邊的 你沒有經過一個地方叫 毛索拉嗎 雪玉山 東邊的雪玉山我就 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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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南韓囉 西邊的開城歸北韓所有 來看一下 鋪山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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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山 這個地方寫什麼 Texas Street 那邊的話呢 呃 剛才那前面的話呢 應該寫的是什麼呢 China Taiwan來的 有個中華門來的 那邊的話呢 是中華門是China Taiwan 這邊的話呢 是羅西亞 不是美國 羅西亞 這邊沒有美國 這邊是俄羅斯村 嗯 俄羅斯村 釜山里 釜山的話呢 這樣子看的話 那北邊的話呢 是俄羅斯啦 嗯 東邊的話是日本啦 南邊的話呢 就是中國嘛 所以說呢 在這裡的話呢 九星洲啊 九星之啊 這邊形成了一個村莊 俄羅斯村啦 還有哪裡呢 台灣來的 日本的話呢 以前有啊 後來都被拆掉了 那第二次簽訂了協議之後呢 就架起了鐵絲網啊 加了鐵網之後呢 東邊不是三十八咯 東邊是幾度啊 東邊是三十八點五啊 西邊不是三十八咯 因為把開城讓給扁了 西邊變成三十七點五啊 然後呢 三十八點五 三十七點五呢 不是直直的一條線呢 而是那彎曲啊 彎來彎曲的 一條線 劃分了之後呢 馬上啊 南邊的韓國 在這個三八線的 以往南走兩公里的地方 架了二百一十六公里長的鐵絲網啊 北邊的金日成呢 馬上就在三八線 劃分好了之後 北邊兩公里的地方 劃分了一個 架起了鐵絲網啊 制止之後 南北兩韓的人 都不可以怎樣啦 不可以往來的 南韓人不可以到北韓 北韓人不可以到南韓來的 造成了韓國 就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真正的分離國家 那就等一下再講啦 因為我們餐廳到了